拍情景剧 我们 哎哟 这 这 还是 还是您有眼无珠 4月16日 德云社情景剧《万春斗笑社官》 宣定当在4月18日 时隔三年 这部剧终于与大家见面 真的是拉满了观众们的期待值 在之前 郭老师还在直播时表示 《万春斗笑社》这五个字是郭芬阳写的 而且只写了一次就成功了 我只能透露一个消息 你们看的那个片头《万春斗笑社》那五个字是郭芬阳写的 对 他写完之后自己说很满意 还不是快 特别快 对 就写了一遍 然后就写下来了 对 那会儿六岁吧 这是二一年 七岁不到嘛 对 片头题字 郭芬阳 郭芬阳作为郭老师的小儿子 未受大家喜爱 特别是从郭老师口中听到郭芬阳的一些趣事 每一次都能引发全场的爆笑 在相声家庭的耳濡目染之下 郭芬阳的调皮都让人觉得可乐 如今再加上郭芬阳的题字更加让人期待 郭芬阳都不认识我还管我叫儿子 有一次我问你认识我吗 说我认识人你是那个儿子 你找我一包 据悉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德云社演员们后台发生的一些趣事 要知道一帮相声演员聚到一起 那得多搞笑 他做了好半天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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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个小大师滚回来的 他就是滚回来的 我后来的说的第一句话 哎呀 我都看到观众了 哈哈哈哈 除此之外郭老师还将德云社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写进了万春豆校舍 最出名的就是曾经只有一位观众时的小剧场 郭老师还想送这位观众终身的免费VIP 但这位观众至今都没有找到 郭老师在剧中就饰演这位观众来砸场子 演员们也将德云社不退票的宗旨展现得淋漓尽致 没听见吗 退票 可是连都听一声场了 这会儿还能退票啊 要退早退 我也能收退 这会儿我都到家了 想退票也行 我们退票双口明年才能见 对 另外我们还得单收150%的手续 我们万春社的副宗旨就是 您退票 这谁推定的呀 我师父 德云豆校舍主要是将游戏跟相声结合到一起 以游戏的方式带给大家快乐 而万春豆校舍是讲述德云社演员的一些后台的故事 除此之外 万春豆校舍演出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 可以说都是德云社的顶流演员 就连郭老师都出来客串了 不知道剧中还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感谢观看